不用去美容,个个都是杨贵妃!美容养盐汤来洗,总有一款适合你。 古人说,宁可食物转,不可泛无汤,喝汤不仅有利于健康,更有利于补充人体营养解益被机体所吸收。 我国民间曾长期流传住各种食疗汤,金人则将其誉为营养健疗汤,古代贵妇人养颜更是喝汤,冬天了,也该给皮肤补肚营养了。 1. 电饭包圆起乌鸡汤 乌鸡汤被誉为女性滋补养颜汤,比普通母鸡轻弹爽口,补血液气深受美女们喜爱,只要一个店饭锅就可以做。 准备材料,红枣,桂圆,枸杞各10颗左右,乌鸡一只,姜,料酒,葱等适量即可。 1. 先把红枣和桂圆枸杞用温水泡半个小时左右,泡开更入味。 2. 乌鸡清洗好,切快,放入容器中,放入生姜和料酒,倒入开水泡5分钟,目的是去腥和血沫。 3. 材料放到电饭锅中,倒入凉水,最好盖过乌鸡,推荐放一点点党参或者黄旗,要善口感更好,不过太普了,身体比较不错的直接开炖就好,炖好后放入适量的盐,可以尝尝味道,最后撒上葱花。 4. 悄悄告诉你,上周第一场学我就炖了乌鸡汤,在超市买一只小乌鸡才20多元,吃得超级满足。 2. 通气南瓜银耳汤 9. 九座族都有一个统一的毛病,那就是便秘。 超级难受有目有,肚子长长的就是出不来,便秘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,比如南瓜、红薯之类的非常通便,便秘久了毒素排不出,脸色能好吗? 9. 准备食材 9. 南瓜半个,银耳半朵,红枣10颗,冰糖适量 1. 银耳红枣用水提前泡一个小时,完全泡开发好,将南瓜切成小块 2. 放入泡开的银耳,红枣和南瓜,用便饭锅选择煮中按钮 3. 焖好后,放入适量冰糖,不喜欢甜的可以不加,直接就可以品尝了 3. 不上火的可以加点桂圆,比较糟的就别加桂圆了,便秘吃红薯和南瓜超好使呢,一般吃后一个多小时就有便意了,就做足必备哦 3. 润沸清火百合汤 4. 冬季前灶不已,空气也不好,肺部蛮瘦,满脸小痘痘,百合醉清火,雪梨也非常的润肺,非常好喝的一款美容汤,基本都是作为甜品出现在美食店里面了,古代贵妇也都很喜欢喝银耳雪梨汤的 4. 雪梨1个,银耳小半朵,百合,枸杞,冰糖 5. 泡开银耳,后撕成小块,雪梨切成小块 5. 放入锅中直接开煮即可,记得加百合,开了后再放入枸杞 3. 不想看住锅的,可以用点饭包直接煮,好了后加入冰糖,就可以开吃了 是不是都非常的简单呢?我个人是很喜欢炖汤的,因为放入锅中一锅出就可以了,超级简单方便,银耳如果是一个人吃,泡四分之一朵就可以了,第一次做不知道,用了一整多,倒了一大半,吃不完,太能发了,并且银耳不能过夜,过夜就不能再吃了,一定要注意这点 这三款汤大家喜欢哪一款呢?这周就可以试试哦